我是影评人郭超和 我觉得 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讲求政治正确 但是太过政治正确 也可能又是政治正确的另外一种 所以你已经不知道政治正确是什么一回事情了 所以对我来讲 当然我会觉得因为整个环境的改变 然后社交媒体 网络资讯的发达 让大家可能很多以前认为对的事情 开始会检讨起来 然后也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观都不同 但是放在同一个平台去比较 大家难免会很快就凸显出差异在哪里 所以大家所谓的政治正确 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基于自己的成长背景 或者是这个国家特定的一个风俗教育 或者是跟宗教有关 所以没有所谓政治正确这回事情 但是社交媒体算是一个大家是无差别 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平台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只是念到幼稚园 或者念到大学生 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留言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说留言的人 教育背景如何 思想程度成熟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所谓的酸民 的人数多过理智的人 可是你查一查酸民 可能到背后 你才发现 可能就是一批小屁孩 思想不成熟的 但是因为人数够多 也因为他们不用工作 花太多时间在社交媒体 然后对他们来讲 这些所谓的成长期 我们都走过来 叛逆期 你就会一直想要颠覆这个社会 所以就变成说 有时候在网路上的 所谓的政治正确 是有一批本来政治不正确的人 去导向的政治正确 所以到头来 其实你去探讨政治正确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不知道由谁去定义了 但我觉得迪士尼 顺应就是现在全世界 同志的婚姻法慢慢通过 他们也想要让这个所谓的 同志纳入到主流媒体 所以他们在一些角色上面 他们也放了一些LGBT的色彩 对于所谓的 可以接纳这种多元文化价值的人来说 这是政治正确 但对于传统保守的人讲 他就觉得这是政治不正确了 所以谁去定义呢 你无法去定义 但你无法否认的是 这就是商业市场 迪士尼本来就是商业市场设计的一环 迪士尼在过去几年 他无论是在政治正确 或者是政治不正确 这些议题的创作上 他都有去尝试 而且他每一次尝试 其实他都有根据市场的反应 包括票房 还有一些评价之后 再回馈到他们下一部作品的一些营养 所以对我来讲 他们并不是一个死死在那边的绝对论 他们在创作上面 他们永远都是跟时代有着相对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